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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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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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 我们三个岁一起 status RN1和3121的撤geons 加《立与点栏目》 i would like to pay personal tribute to Jet Li and the work that he's done he's known to everybody all over the world as a great zip star but actually I think for many people here in China and increasingly elsewhere he's known also for his compassion and his charitable work and his giving back to people 从这个层面来讲 我本人对与廉洁先生所做的工作 表示感谢 因为他不光在国际方面之内 是一个公众居心 更重要的是 现在在全球方面之内 特别是在中国 有越来越多人 都对他这种回馈社会的博爱之情 表示出相当的关注程度 所以我们不能够有更好的伙伴 这就是为什么呢 李连杰益基金和气候合作组织 共同合作 我们要向全社会展示一个 非常重要的观点 那就是 只有我们共同协作 才能够认识到 建设一个环境 友好性社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从这一层面来讲 环境保护 不光是政府之主要责任 更加重要的是 它是各个企业 亦或是落实到各个各地 应该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之一 所以我们希望今天是 最初的合作 一个政治合作 我再次说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和气候组织 以及李连杰益基金共同合作 来迈向这个未来的 长远的一段道路的一个开始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种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共同合作 来做一些什么事情 非常感谢 谢谢 谢谢 下面有请 李连杰益基金的发行人 李连杰先生 欢迎 各位家人 上午好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一基金一直坚信 一基金一家人 这个家人呢 是包括六十七亿的人类 而家是哪里呢 就是我们的地球 所以我一直希望 就是我们这整个家人 我们能做些什么 我们不只埋念 欧美的发展中国 大大国家 或你们造成了 很多的气候问题 让我们来承担 其实我们在发展中国家 如果我们不学习这些教训 可能为未来的发展中国家 也造成了一个热情的货务 所以一基金虽然立足中国 但是我们也有一个 很大的胸怀 就是我们的世界 承担起人类家庭的责任 那么就像我的好兄弟 布莱尔先生讲的 政府有责任 企业有责任 但一直是更希望 能够推动 人类的 因为未来二十五年 未来在这种大的 增值环境下 可能也是一种挑战 我们每一个 有良知的 政府 政界的朋友 企业界的朋友 都会改变 但是我觉得 我们在探讨 二十二五年的时候 就以为减少多少能源 但是现在那些可能的孩子 还没出生 但是我希望在他们出生的时候 有个个姐姐和长辈 你已经告诉他们 我们要用结缘的车 结缘的音速 节省能源的各种东西 因为最主要的是 消费者可以改变生活的理念 这才能够 创造更多的市场 企业家才会更知道 创造能源 节省能源的整体 我觉得这是一种新的机遇 也是一种我们转变思维的 一种生活的态度 我小的时候 中国的能源不多 我记得每个星期六 或者星期五 每一个区会停电一次 那我也感觉这个想法 去延续到今天 如果中国的 我们的家人 能够在某一天说平面 哪怕十分钟 我们也知道多少能源 我们也希望做出一些 把一样的行动 给印度 给巴西 给更多的发展中国家 当然我们也知道 中国人不仅要公布自己 也关于整个 那些大家庭 我们要做一些的评 我们要走得比较快 我们要有这种兄弟 去帮助这个事 我们一直在 结尾水 结尾能源 这个小小的动作 太小的简单 但是如果有一亿人 同一时间做 可能减少了一个发动场 一个成果 或者是一个 所有的垃圾 我们的减轻 我们不仅要保护自己 其实我们也下一代 付了的责任 所以这个家庭的能力 家庭的责任 是江西西一直希望 通过 媒体的家人 企业的家人 国际的家人 为整个人类的家人 改革 分析 我们的思维的方法 生活的态度 我觉得这个 也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感谢 我们对一次 见到我的好兄弟 布朗尔先生 他 与所领导的气候组织 在全球 推动企业 政府之间的 做了什么 贡献 我一直在好好的学习 但是我也希望 我们共同努力 从中国做起 在世纪 保护的家园 去引发他 复习这个责任 即十年后 将会下一代 希望下一代 会成为下一代 这就是我 付近节目的想法 谢谢各位 谢谢李连杰先生 下面我们开始 提问答 首先请您举手 同时在提问之前 请你自曝家门 等一下 下面是 西洋组织和 益基金的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 签署仪式 然后有请 布朗尔先生 代表西洋组织 李连杰先生 代表益基金 然后共同签署 这个协议 我们就 sign over Dina Dina OK 请你再次 是的,你可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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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你可そんな話 是的,你可知道 是的,我行 好,你给我搭择 是的,我行 我用来做这个 谢谢各位 现在请就坐 下面我们开始问答 请各位在提问之前举手 请资宝家们 请好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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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些东西是不经历的 in the West is just how large the Chinese commitment is to change on this issue and when I analyze for example on renewable energy the China target which I think is a 15% renewable energy by 2020 and that is a that is as big a commitment as anyone is making around the world I also think that China and some of the changes it's making in its power plants and so on and in energy efficiency there's a lot for us to learn from China there but I also think there are huge areas of collaboration you know the truth is we shouldn't be trying to discover everything each other working separately we should be trying to collaborate and pool the resources and work together around the world and that i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fight climate change thank you first from China's perspective we think from China's perspective from the world we are in the world in the world we need to be able to do in the world we need to find some to be able to collaborate and to be able to collaborate for example in China we have made a different promise to 2020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world to the world in the whole of the energy of the energy of the world of the energy 从这个层面来讲的话 这是在全球范围之内 这种承诺超出了任何一国家 所做出的承诺 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我们希望在改善 核资产能源在整个能源结构之中 占的比重之外的话 我们也还希望能够实习中国政府 在提高能效方面所做出的一些工作 那总体基本原则来讲的话 我们应该找到一些非常具有 合作前景的地方进行合作 而并不是就一些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 只是进行单纯的讨论 第二个问题 我请你 OK 乖二先生您好 我是来自华人时报 和平安杂志的记者 我的问题是 什么样的机缘促成了你们 两个之间的这种合作 然后 一间这种合作 对他一切 我想当时是怎样 我的问题是 我请问一下 Mr. Jet Li and Mr. Tom as well my first thing is what are the motivations to make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这些必须 我请问一下 我请问一下